任何一个病人要想转化他的状态 由疾病态往健康态转化 必须调治保养锻炼 缺一不可 所以要想懂得调治保养锻炼 首先谁要先做得到 我今天站在这里给大家讲健康 最重要的资本是什么 是我自己到美国23年没病过 这就是我的资格 要想不病 你得必须懂得调两遍 这就是我们自然医学的医生 必须要自身加强的根基 所以等一下刚才我们的蓝艺僧讲的话 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动起来 我给大家交流一下 这个身形是会怎么调节 怎么站 怎么走 怎么上楼梯 那么自然医学 我们呢 自然医学他做到什么呢 最自然 最实际 最方便 最有利的 利用的 机体自身的本能 我们不是靠那些化学的药物 不是靠那些电啊 磁啊 光啊 那些那些外在的控制 它是靠内在的自身的本能 来解决机体自身的内在的东西 乱的问题 好 模式 那么这个模式呢 就是我们这个质量的模式 它有三个层次 有生理层面的质养炼 有心理层面的质养炼 有意识层面的质养炼 具体可以去看书 养生学 自然医学的养生学 三个 第一 内观法 是解决信息流当中乱的问题 要想真正的解决乱 那你必须懂得自我调节 用内观的方法 去调节自身的有序 观非常重要 你看 在佛家里面讲 一百二十卷大藏经 归结到一本新经 两百六十个字 讲什么 讲修行啊 外国就修心啊 好 两百零六十字 又把它归结为第一句话 新经的第一句话怎么讲 好 观自在菩萨 什么叫观自在菩萨 观 往里看 你看 所有的菩萨像都往里看 如果这个菩萨像这么看 他就把菩萨的本质丢了 自从原本来的东西还在不在 在就是菩萨 不在就是众生 讲完了 讲完了 把佛 把佛学就讲完了 自从原本来的 脖子还在不在原来的地方 肩膀还在不在原来的地方 心肝皮肥肥还在不在原来的地方 你的心还在不在原来的地方 不在 就要调 好 佛解释了 观自在菩萨 在就是菩萨 那不再是众生 众生和菩萨都是你 那我教你怎么做菩萨 他说行深 波罗波罗蜜多 这个时候 那么波罗波罗蜜多 就是观照 行就是你要去做 深深度的调节 做就是调节 谁调 你自己调 这是生命的自主性 他所决定的 你可以自己调 所以观自在菩萨 是什么 是生命的自主性 他所决定的 是科学的 好 那么调 调到什么程度啊 调到照见五蕴接空 这个时候 动一切出了 五蕴接空什么 脖子回来了 肩膀回来了 心肝匪分身都回到原位 他们都不打架了 都高度的和谐了 心 这个时候要回来 你是绑在股票上面上下跌呢 还是绑在儿女身上上下跌呢 还是绑在朋友身上上下跌呢 都要这个时候都要断了 都要回来 放下回来 回来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他说了 感觉是什么 就是照见五蕴接空 没了 照见五蕴接空不是没有 是高度的和谐 这个高度的和谐 给人的感觉就是空 在感觉上的描述就是空 所以我们用了许许多的空 这样的词来描述这个 哎呀 这里面的和谐 这个高度的和谐哪来的 是低音音系统 百世神的固有的律 就是高度的和谐 你生命高度和谐了 身心都规悲了 你还哪来的苦啊 所以所有的苦 都是你离开了原本的位置 离开了自在 自己原来的地方都没有了 什么自在 谁是自在 小baby就是自在 小baby就是如来 如同来的样子 小baby那个伯格 不会让人 肚子也不会填出来 现在我没有人 哎呀 这放松 都是你颠倒了 回来了 当下就是菩萨 所以我们通过观 可以调我们 是吧 我们可以回来两分钟 你就是两分钟的菩萨 回来四分钟 你就是四分钟的菩萨 菩萨和人 就是一不是二 你守了自性的律 你就是菩萨 你离开的自性 就是中生而已了 所以佛学也如此的简单 都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现在在文字域里头 把它越制造越复杂 所以必须回到简单的理性上来 打到之间 反来就这么简单 OK 好 要不解决乱 把所有的 跑掉的 离开本类的地方 全部都给冲 气泵法 是解决能量流 当中毒 什么叫气泵 单精无息 为什么叫单精无息 你看小baby 小baby就是单精无息 他就是如来 他就是你老师 他就是自然 好 那你就是必须 要回归到自然的层面 所以说单精无息 就是最好的 我们可以概括 说给他一个 附加灵车 叫第二心脏 只我们身啊 身体啊 有两个胖 第一个是血泵 心脏 第二个是气泵 单精无息 所以你的小baby 你看小肚子呼吸 小baby你去看 都是小肚子呼吸 单精无息 所以他两个胖 所以他一个泵气 一个泵血 他的氧气的循环呢 血液的循环 我们想气血循环 就非常旺盛 而我们现在 你看一个个圈丢了 两个胖 丢了一个胖 所以你说心脏压力大不大 一定压嘛 两人干活 变成一个人干活 所以心脏 他就不甘愿了 所以心脏病 有一大肚子 所以把这个胖 重新把它用起来 谁给你拿走了 哎呀我的奶 奶袋谁给我偷走了 没有偷走 都在这儿 是你失去的智慧 你才把它丢了 所以把它重新用起来 OK 所以你看这个数字 不用花钱 就在那里 生命无价 它就在那里 而结果你现在 哎呀我气血啊 没有力量啊 医生啊 你给我开点补药吧 然后给我开点营养品吧 就去去去 就叫舍内求外 舍尽求远 舍本求末 就这就是电脑 所以自然医学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 什么叫智慧 就是自然的律 你认识到自然的规律 你能守这个律 你去舍内 OK 所以单精呼吸非常重要 第三 壁骨 壁骨是解决物质流当中的毒的问题 壁骨 简单的讲 断食 三顿不吃 三天不吃饭 就不饿死了 我三顿不吃都不行啊 你三顿不吃都不饿死了 实际上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从两点 我来说明断食的问题 第一 从 进化的角度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里边 99.99%的时间 都是饥饿的 人类进化有300万人的时间 而我们吃饱三顿饭 充其量也不过就100年嘛 中国大陆 30年 30年前还是靠粮票的 没有粮票 你到饭馆里头 不卖你主食 没饭吃 所以说 吃饱三顿饭 也是近 几十年的问题 在这之前 都是饥饿状态 所以 你肢体长期以来在进化的过程里边已经Ready了 咱们调整饥饿 这个机制 你不用担心 这是机体的一个机制 好 实际上 会胖 实际上 为什么会胖 这是饥饿机制的一个反应 是长期的饥饿 身体就建立一个机制 你一旦吃多了 它就给你存起来 存起来干什么 就等着你饥饿的时候拿出来用啊 结果你从来不给它机会 这越存越多 结果成了负担了 所以适度的饥饿 你说现在花钱去减肥 甚至去抽脂 那搞得真是非常的非常的stupid 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适度的调整我们的饥饿感 本来就是自自然然的事情 一分钱都不需要花 而且你是舒服服服的 只是转变一下这而已 你就可以保持一个非常漂亮的身形 所以你就可以打造你生命的艺术品 身体是什么 是生命的艺术作品 你要去打造它 所以在艺术里边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艺术 你超过生命的艺术 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艺术品 所以这个壁谷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证 智力 矿井坍塌 26位工人在井下36天 没饿死他 为什么没饿死他 只要有水有空气 你看36天不吃没关系 他可以消耗身体的脂肪 甚至肌肉 但是他在三十天 基本上来讲 他还死不掉 还没达到那个极限 也就是说 三天五天的断食 根本是小银子 大家有机会 所以我们来组织一次 来做一做 去解答 你不是痛苦而是 享受我 享受生命的那种奇妙 OK 好 那么这是 这三个方法 都是什么 都讲的是 自然的本能 不是我创造出来的 不是你创造出来的 是自然的本能 大自然的造化 这就叫自然医学 这就叫本能 OK 所以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现在 把自然医学 基本上 该讲的多 讲的一遍了 好 我们做一个总结 不听话了 这个 来好 好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现在知道了 这个 西医 中医 自然医学 任何一种医学体系 都存在着 各自的局限性 无法包打天下 刚才已经说过了 血有细的长处 解决疾病 中医 中医长处 解决慢病 自然医学 自然医长处 解决不病 所以 都有各自的局限性 都不能包打天下 只有将三者 有机的统一起来 发挥各自的优势 才能更加全面 更加完整的 协同解决 人类的健康 疾病 OK 这样的话 我们大家就一个底数了 你吃到 你的地别在哪里 好 这三种医学理论体系的并存 是 类史发展到 现阶段的必然产物 为什么自然医学 应孽而起 为什么 这是由于现在 以健康力气所造成的 OK 它们之间的 它们之间发指 对视发展现阶段的变化 它们之间不存在 谁取代谁的问题 都不存在 谁消灭谁的问题 我们不要把它对立起来 因为 每一种医学体系 都是另两种医学体系的补充 每一种医学的 它的医生体系 都具备 各自严格的理论上的逻辑体系 和医疗实验上的特殊优势 刚才讲了 自然医学的整个的理论体系 它是建立在严密的 自然医学概念上 物质能量信息 时间空间 这五个基本概念上 然后在这五个基本概念上 建立起来它的逻辑体系 是非常严格的 好 那么 因此 也就必然区别了 各自存在的必要性 和它们相互补充的协同性 那么这就是三主定义 三个医学 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要把它捣乱 当今 世界一方面存在着健康 与疾病问题的深刻的危机 我是指的内院性疾病 唐生米高血压 心脏病 癌症 尤其是这 排在前面的四大 另一方面 各种辅助医学和自然疗法的兴起 代表了自医学发展的总趋势 如何将目前这些 零散的自然疗法的游击队 我们现在的自然医学 陷入游击队的打法 各自为政 你搞雨季 我搞清毒 我搞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开经落 乌坏瓦门 很多 就是原因是什么 没有一个整体的 说整合成强大的自然医学的正规军 关键问题是能不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 完整的 属于自然医学自己的一套 自然医学理论体系 这就是历史所赋予给我们这个世代的实验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介绍这本自然医学原理这本书 目的就是抛钻引玉 让我们大家共同来把自然医学这个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把它完成 这是历史所赋予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 明白了我们今天每个人的使命 所以我们心里就很清楚 我们现在不是在做一个 说做一个什么疗法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事业 OK 所以自然医学的话 基本就讲完了 那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没有 好 我们提供各位 他说它这个自然医学的就是这种脑袜 就是这种退阶阶阶的这个理所 那么它的理所一定是哪个地方必须的 好 结果好像是消脑共学不足吗 肯定是基本的东西 肯定是消脑共学不足 不是 消脑共学不足造成的理所 通常患病森症的进行性很慢 我们有一些方法 除了用一些药物控制之外 西医说它缺少了某些成分 那么我的经验是什么呢 第一 病人自身要做自身的一些自我按摩 你比方说头部小脑的部分和颈部的部分 它每天要多搓 多搓 搓热它 每次哪怕做五分钟都好 然后这个手力的就去搓 头部它可以扣 又是小脑的部分它可以扣 酥的酥 用牛角酥的夹 就是那个尖找一些比较敏感的点 可以适度的去刺激它 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帮它 第二 它必须要冻蛋白的东西少吃 然后它必须要做生物品 然后等一下我们讲呢 我们讲这个石冬白铃这个功要它去做 天天要做 让它本身子身的学习完了 局部的学习好了 整体的学习好了 这就是有利于它的共学 它细节一块铃铃铃铃 它也发了提醒滑满 OK 谢谢看啊 现在 上课